关于这些年轻人 作家斯蒂芬·茨维格曾这样写道 在近半个世纪的和平之后 他们哪里知道什么是战争 战争已变成了光荣和浪漫的传说 变成了课本里的故事和博物馆的画作 里面竟是穿着漂亮制服的英勇骑兵 在战场上迅疾如风 不非一兵一组就取得了胜利 他们以为战争是一场慷慨豪迈的冒险 是一次美妙刺激的经历 所以他们才欢呼雀跃着 坐上了开往前线的列车